1月14号上午 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一行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宋楚瑜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 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月台交流合作情况 他说 广东与台湾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 两地经贸往来频密热络 面向未来 月台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有基础 有潜力 有优势 当前 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以月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牵引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奋力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 创造新的辉煌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年贺词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系列会台政策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上 持续深化与台湾 在制造业 农业和青年交流等多领域合作 努力为广大台商 台青台胞 在月投资新业 创新创业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 宋楚瑜主席多次参访广东 期待此次访问 进一步加深对广东的了解 积极宣传广东 推荐广东 引领带动更多台湾朋友来月发展 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 共享广东高质量发展机遇 携手为增进两地人民福祉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宋楚瑜高度评价广东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对广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战略谋划充满期许和信心 他表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 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持续推动两岸对话交流 携手增进中华民族绵长扶持 此访让我更加深刻感受到祖国大陆 特别是广东的巨大变化 愿积极推动台湾各界 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 深化与广东务实合作 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省领导张小强 王瑞军参加会见 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